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最后是姓朱立伦的话 是朱立伦的话 对 我在这里向大家扣头 向大家扣头100下 你要变成总统 很简单 把你80%的精力 人力 物力都花在 好好处理 处理的大家高兴 除了大家能够吞下去 总统就是 我们当然每一次 我们在撤台北市市长的民调的时候 我们也同时会做下一届总统 但是您要知道不是全国性的 因为我们撤的是台北市 但它也是一个值得参考的指标 就赖清德没有想象的高 这样才两成一 郭台铭加柯文哲再加侯友宜 我们姑且这样子 那他是贝食是最大的一块饼 那柯文哲是12.1% 那侯友宜在 游云龙那个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民调里面 他说有三成多 其实昨天有跟侯正营的人士 有稍微交谈一下 因为他们对我其中在讲 那个侯市长防灾的这个部分 他认为我有一些曲解 我等下有时间再讲 可是侯市长 我们不能跟别家比 因为每个人调查方式不同 那个结构不同 侯市长16.9% 所以这个老沈 沈医师 你觉得怎么看 赖清德这个指标 那郭台铭在不选的情况之下 很多人还是寄望他 两成一他最高 如果真的划分蓝绿的话 对 这个是单一选择 对 没有复选 是 所以郭台铭不错 但是郭台铭的不错 是因为大家对两大 蓝绿政党的失望 而且认为郭台铭的经验 或者处理国家大事 也许不会像蓝绿 目前这么糟糕 但是我觉得 这个不会有结果 因为我了解的郭台铭 不会觉得 郭台铭对政治 几乎已经断念了 断念 所以这二十九八 是代表目前人民 对政党的失望 这没什么意义 这个民调 对 赖兴德 是个很大的警讯 因为赖兴德站的这一块 跟其他 站在对立面的人的 总和 他显然没有赢过他们 侯友宜怎么看 侯友宜 因为这一次 我先一个庶民 就是说 林江郎一直打他 会不会参选总统 也难就是他可能会跑 蛮逼想 你觉得有没有发笑 然后他未来 礼拜二 昨天 昨天 这个老赵的节目 上半场是 访问侯友宜 对 那我们就录下半场 我们砍了一半 通告法也少了一半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 侯友宜录完了 所以我们有擦身而过 我就说 你是在专访 现在 酸中痛了 那他这样子 人家会觉得 他选假的 酸中痛 你已经接收这个专访 那这个 黄慧安 就讲 大佬 你也让他市长 选好 我说你一个公司 他市长就没问题 但是你看 这个侯友宜 当然跟现在 跟赖清德 还有一点点距离 但是这个距离 没有关系 为什么 因为你在选市长 赖清德没有选市长 所以有些人 对 你现在选市长的 说我要他选总统 这有一个看 你没有办法约过 但是我昨天 跟侯友宜 擦身而过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你只要处理一件事情 处理好 总统就是你的 你知道吗 因为现在每次问到 你对政党的支持度 这一次好像 国民党还赢民众党一点点 常常国民党是第三名 上一次而已 但是你现在 把全国的候选人 的背后的政党 考虑 然后把所有的支持度 加起来 你觉得第一大党是谁 第一大党是国民党 反绿阵营 对不对 你民进党的候选人 差不多每一个县市都输 除了台南 嘉义县 跟高雄市 但是这个人口不多 所以如果你 以这些县市长 候选人的票 或是支持度加起来 第一大党是国民党 民众党是 遥遥落后的 因为你除了 黄山丁跟高宏 以外没有人 民进党是第二大党 但是你问他 政党支持度 国民党变成第三党 所以我在节目里头 我常常问赖斯堡 问费宏太 你告诉我 贵党是第一大党 还是第三大党 对不对 那国民党 为什么人家 就把它看成第三大党 第一 中央的人士 第二 中央的政策 中央的政策 有什么大不了 大家都差不多 就是大陆政策 所以我昨天 跟侯友宇插身而过的话 的时候 我跟侯友宇讲 把两岸政策处理好 2024的总统 就是你的 神医生 我到现在还没有听到你 去分析 如果他今年当选 12月25号就职 隔年5月之后 国民党将要提名 如果他跑 会不会有韩国瑜第二的效应 在游英龙 台湾民意基金会那个民调 有五成以上的人 是不赞成他落跑的 然后其中强烈反对的是三成 不是啦 现在 你看把他拉住 说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怎么会先去跟他谈 要解决两岸问题呢 他心里有数 心里有数 那你怎么预判 他成竹在胸 因为这不是他要的 这是 最后一定是党要他的 你知道吗 他不然选那个兰英民众 搞不好会骂他 你现在民调支持度这么高 最后大家都说朱立伦 因为有功劳 他还要选总统 你看朱立伦的民调 各位数啦 他一直多低啊 2.8了啦 对 下次是不是要换个老赵座 你说如果我选举有功 我要选 你快就笑死 笑死 对不对 所以侯友余 他一定是等党中央说 非你不可 是 而且我觉得最近这个演变啊 好像副总统候选人 都已经穿后啊 昨天他有被老赵问到 卢秀燕 他那个打法就 就否决掉了 他怎么会这样 他说他 比如我老赵 不能有两个拉宝 他觉得他们两个 未来可不可以搭搭 他就称赞卢市长 是一个好情于认识的 一个好市长 没有正面回答 就代表这个时候 可能还不适合谈这个问题 不是你现在问侯友余 这个问题 侯友余的个性 你又不是不知道 他那个打他 对啦 对啦 好啦 不是侯友余 你问他这个问题 他说要把自己分内的任务 好好做 这个就对了 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 最后是姓朱立伦的话 是朱立伦的话 对 我在这里向大家叩头 向大家叩头一百下 好不好 绝对不会 因为你在人民心目中 你的政绩 你的为人处事 你的为大家服务的 这种形象 是 不会改了 是 就是说你去救灾 快一步 快三步 慢三步 都没差 我跟你讲 市长 你要变成总统 很简单 把你80%的精力 人力 物力 都花在 好好处理两岸 你两岸处理了 处理的大家高兴 所以大家能够吞下去 总统就是你 要来科普一下 这个水神 跟病毒细菌作用之后 会还原成水 不会感染 也不会影响到你的皮肤 所以小朋友孕妇也适用 万万水神不伤人体 适合长时间多频率的使用 如果不够用的话 可以干脆把生成机 买回家自己来使用